在犹太力法中,七月一日为新年,即是吹角节。 文数基二十九章一节,七月初一日,你们当有盛回, 什么劳劳的功都不可作,是你们当首为吹角的日子。 由于犹太力法是以月亮计算日期,因此是以黄昏日落后的时间作为一日的开始, 同时因为月亮有月圆和月缺,也影响了月份开始的时间。 详情可以收看精华短片《2012荣耀盼望-227-吹角节与新月》。 《犹太力法》中,每年吹角节都有两日。 原因,两名见证人负责在黄昏观察,看看当日是否月缺尽头出现新月。 如果第一日新月出现,这样,第一日就是新年。 如果第一日新月没有出现,这样,第二日新月必定会出现, 而第二日就是新年的开始了。 就在上年,2015年的吹角节,发生了一件几千年来都未发生过的事件。 2015年的吹角节,原定在2015年9月13日至15日, 9月13日的日落到9月14日的日落是第一日, 9月14日的日落到9月15日的日落是第二日。 但是,由于当时以色列发生立国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, 因此,新月并没有在第一日出现,也没有在第二日出现, 而是在第三日才出现。 这是以色列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。 也正好配合主耶稣对末后日子时的预言, 形容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 因此,2015年吹角节的正式日期是由9月15日的日落到9月16日的日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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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